我愛耳系 大概快殺青的時候 我覺得我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 就說他有一個宗教信仰 然後就是什麼 關前世今生在巴黎 他就帶我去 他說任何的疑難雜症 到那裡都會好 我就說會不會收費很貴怎樣 他說不會 但我們還是沒去過就去 就帶了2萬塊現金 不知道會怎麼收費 去去到那裡 他就問我一些簡單的資料 可是他很奇怪 他就在那邊 然後那個所謂的工具 他就摸著我的頭 他就說 他現在要下去看我的家 長怎麼樣 然後他就說 我的房子裡面 廚房的燈暗掉了 然後我的主臥房裡面的枕頭 掉在地上 米缸沒有米 然後外面的花花草草都枯萎了 然後他說你要不要處理 我說怎麼處理 他說派工人下去處理 然後他就說 整理室內大概要四個工人 然後整理外面的花花草草 要兩個工人 總共要六個工人 然後我就說好 那我就怕 因為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 我說那六個工人要花多少錢 旁邊一個人就拿算盤 在幫我算 我想完了 這兩萬塊肯定不夠 他就跟我說 這樣算一算的話 大概 我說那150塊 是我給你就可以了嗎 他說是不是師姐 你要去那邊買金紙 然後你告訴他 你要做什麼法會什麼法會 給什麼工人的 好 那我就買了這150塊的金紙 去燒完以後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從那一次之後 在哪裡 在哪裡 我好不混亂 我也滿想看我家的 可是你知道嗎 瓜哥 我真的從那一次開始之後 我會睡覺 我將近一年的時間 沒有辦法睡覺 有可能 因為你一拍那個戲棚 本來就戲棚你 對 可是 可是我們還是會收工 會回家 可能有四五個小時沒有通告 通常洗完澡 放鬆以後 就是一般我們就把電視打開 有聲音很容易就住眠 不是 我還可以一直聊 打電話 我跟你說 江醫師 那個今天的劇情是怎麼樣 我告訴你晚上會怎麼樣 這樣很好看 我就聊一聊 聊到時間到 我包包拿 我又去上班了 就我一點都不會累 就是 就完全不知道什麼叫累 但是我的吃什麼都正常 然後也不會說 開車的時候 渡顧都不會 但後來那一次 150塊好玩 我就會睡覺 所以大家的重點 聽到是在哪裡 不是 曾經有一位婦女 她子宮頸癌第一期A 雖然很早期 她來找我 我跟她說 你這個存活率95%以上 95%以上是會活下來 排了開刀 過門多久她跑來跟我說 可是神明跟我說 現在目前不需要開刀 會不會診斷錯 我說不會錯 病理報告在這裡 她說可是神明說 應該是不用開 那我再去看看 就過了三年 有一天我經過急診處的時候 發現她在路邊拉住我的大腿 我一看 是不是你以前在門診的子宮頸 她說是 結果她跟我說你救我 我快完蛋了 後來到我門診一看 第四期 吃了草藥 吃了三年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惜的 但是我要再分享一個 比較正面的 大概也是20多年前 有一位病人 那時候我當台東馬接婦產科 主任的時候 有一個病人 他跑來門診的時候 一看我說這個子宮頸癌第二期A 我跟家屬說 現在六十出頭 這個開刀沒有問題 健康狀況非常好 應該趕快開刀 他家人跟他快點開刀 他說不行 我心裡很不安 你可讓我去廟裡面 他家人跟他說不行 你這子宮頸癌第二期A了 這個嚴重了 趕快開 我後來聽一聽我跟他說 聽他的 讓他今年經半個月 他心裡會安 這個子宮頸癌不是臨時發生的 這個是慢慢來的 這個病本來就好幾年了 還可以 我說半個月不會影響很大 過了半個月他真的來 開完刀以後又活了十多年 我都還跟他聯絡都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當時如果立刻開 他心裡很不樂意 搞不好情緒很低落 搞不好抵抗力很不好 那半個月因為這個病真的 又不是說剛說的 盲腸破掉 什麼不是 不是那麼急迫 對 我說你這個是 緩慢發生 子宮頸癌跟Betal病不太一樣 它是緩慢發生的 那就讓他心安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給他一個 就像心理治療一樣 給他一個讓他安心來接受開刀 其實我有一個乳癌的病患 他是他被他先生抓來門診的 他現在一進來就跟我說 你看看我太太的乳房 我就掀起來看 一看我就說這個 雖然還沒化驗 我就說這一定是乳癌 好大一刻 然後都爛掉了 然後他就說 我就說一定就是 然後因為那個人 剛好是個鑰匙 我就開始說 你自己也是個鑰匙 你怎麼會那麼沒有性子 讓你太太這樣子 三年來就這樣子是怎樣 現在才帶來是幹嘛 他說不是我不帶他來 我早就要帶他來 他就在外面不知道 信哪個師傅 那個師傅跟他講說 你這個是因為 夫妻不合的那個氣有沒有 子雞在胸口 對 然後就一直給他吃藥 什麼浮沉的有的沒有 然後一直做法 三年來 他差不多一年 他說每個月大概是五萬多塊 他說他三年來 他太太已經花了兩百多萬 在供那個師傅上面了 然後現在整個都爛掉了 我說那你這次 他李太太為什麼願意來 他說因為受不了 因為他這個乳癌這個地方 一直在流血 血溶素從12變成只有3 他很喘 他實在太喘 他只要來醫院 不過運氣還滿好的 現在是救回來了 其實存在民間很多民俗資料 它還是非常有效的 我們不能忽略它 只是說一般碰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你問別人都沒用 問你自己最清楚 因為身體是你自己的 對 你自己在夜深人間 自己想清楚 自己做決定 先思考清楚 接下來就沒有後悔這兩個字了 對 因為這條紙是你自己殺的 也希望大家有病還是要找醫師 好好看一下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最近會覺得進不下來 肌肉痠痛嗎 那就代表有壓力的毒素 跑到身體囉 現在教你一個 分享一個自然的 排除壓力毒素的方法 很簡單 兩個動作 就是總肩放鬆 再一次配合著呼吸 總肩時鼻子吸氣 放鬆時嘴巴呼氣 越慢越好 肌肉非常聰明 它會記住收縮放鬆 利用這種反差效果 自然可以 剪出你壓力的毒素囉